再來煩惱三 第三個就是 心口灼熱 睡過後面 也是胃出了問題 是不是 對 會休息 會休息 玉琳哥也有嗎 我以前看人家那種 會休息那麼廣告 我每看都想笑 因為我自己沒那個問題 鐵胃嘛 對不對 對 我想說怎麼那麼誇張 一個號女生 然後 人家腦子 有啦 有啊 好像有耶 有... 然後旁邊就會有男生問她說 喝咖啡 吃甜食 你會休息嗎 人家都已經這樣了 你還在問家裡會休息嗎 然後有一陣子就密集應酬 我記得第一次發作的那一天 是我躺在沙發上 躺著 邊躺 然後邊看電視這樣子 那本來好好的 那個還在演什麼 那個風神無雙那好笑的那一種 在那邊 蛤仔 就上來 卡住喔 我一想說 會不會把它吐出來比較好 然後一直卡在這裡 然後這個情況 就反覆一整個晚上都發作 那我剛剛講說 我不是一直笑人家廣告嗎 對 告訴自己說這一輩子 都不肯去買那種東西 結果 怎麼樣 第二天一早 我知道西藥房開門了 我就去西藥房 然後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只跟老闆 然後他就跟廣告一樣 你喝咖啡 吃甜食 你喝咖啡 很入戲耶 果然藥到病除 我必須很肯定 這個藥 我覺得相當之厲害 是喔 你那個困擾一整夜喔 就這樣拯救你了喔 就困擾一整夜喔 你想說這一輩子就完蛋了 要被這個疾病殘身了 確實喔 我在西藥房裡面喔 我就老闆帶 倒一杯溫開水給我 然後我就這樣吃下去 好啦... 就是完全就好了 那我現在的胃藥真的是值得嘉獎 太神奇 太厲害 我很多朋友喔 都是後來一續就得到那個嘛 然後有的人呢 甚至已經連續一年 一年兩年都這樣子喔 匯集技衣 都是因為怎麼樣 真的都是我一句話 我跟他說 你就去西藥房 跟老闆說你匯集的金 要七八種 隨便你選 我朋友聽我的話以後 吃完以後 那感動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感動到半月打電話給我 好 玉琳哥 然後突然就低聲吟唱 感謝病悠哭放我一句話 歐阿里去歐阿美下回 就唱起來啦 紅蓉紅的名曲啊 好 我想告訴你的朋友 好 就他那個安眠藥不要再吃 不過那個真的是 很嚴重的一種問題啦 其實我現在偶爾都會發作 甚至於有時候大笑也會喔 大笑會 也會 會遲到逆流喔 如果像他笑那麼誇張 他隔壁的人也會遲到一些 戲劇性的笑 那個情境可能是 玉琳哥喝啤酒又吃燒烤啊對不對 搞不好吃麻辣鍋喝啤酒 你又大笑很容易氣就會衝出來 大笑的狀況 他不會說衝到這裡來 可是你有沒有感覺差不多 會到這個位置這樣子 那最主要就是 也是因為肚子大 對 真的真的 就是你腹壓大 你肚子大 然後你又大笑 他又稍微壓力大一點 有可能是這樣 小可你會嗎 我不要大笑喔 我還好 但是我是從小 我們家是遺傳的腸胃不好 就是從我奶奶開始 然後到爸爸到我都是 但是小時候你們有什麼感覺 然後我們家只要打開冰箱 什麼飲料都沒有 但是就會有一瓶胃乳 以前還流行喝那種胃乳 就白色的 我跟我弟就很 就是小朋友就真的很賤 然後就會去拿胃乳 然後倒起來 然後兩個人聞什麼味道 後來喝上癮了 沒事夏天就開冰箱 當飲料 當飲料啊 就是不是喝味乳 因為涼涼的 不是喝味乳 就是喝川北琵琶糕 什麼 這當飲料 然後到現在呢 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像小朋友睡著了 有時候我肚子餓 我就想說 那去沖個牛奶喝好了 因為那不是說 牛奶可以助眠嗎 我就沖了一杯牛奶喝 一喝才要躺下去睡覺的時候 我吐奶了 就是一打嗝 然後就整個奶 是從食道這樣上來 就發現就跟玉琳哥講的 你不能夠躺著睡 對… 一定要坐著睡 那個玩意是 喝味乳黑黑會把胃給弄壞 那個玩意是 喝味乳黑黑會把胃給弄壞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 不過他們本身 因為他們家本身 胃腸就是不好 吃味乳 吃味乳只是把這些症狀 稍微掩蓋 它是治標不治本 它原來問題還是存在 今天就算他不吃味乳 他可能腸胃的問題也會發生 也是不好 所以他說 餵食道逆流就是 吃太酸 吃太甜 吃太飽 吃太晚 就你太晚才吃完 你本身都沒有消化完之後 你只要一平躺 它就逆流而上 就跟你有點像那個颱風天 那個又漲潮 或什麼海水倒灌一樣 所以基本上 其實如果真的有餵食道逆流的病人 他本身一定要 飲食習慣佔了一半 再過來好好配合醫生 做完檢查好好治療 這個問題是可以控制得很好 但他除了灰修心之外 會有其他的症狀嗎 因為像我先生咳嗽咳非常久 結果人家就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去檢查看看 會不會是餵食道逆流 結果 說是 餵食道逆流 跟大家說明一下 在慢性咳嗽 咳嗽超過六個禮拜當中 基本上餵食道逆流 要排名在第三 一定要去考慮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從過敏方面 過敏性的包括氣喘 包括鼻涕倒流 都已經處理了 胸腔科 嘔鼻喉科 都已經看完了 還是一樣 慢性咽喉嚴 慢性咳嗽 記得要找腸胃科 做個胃鏡 一看餵食道逆流 把餵食道逆流解決 你的慢性咳嗽也可以解決 就好了 對 他是排名第三名的 可是胃食道逆流 為什麼會變成咳嗽 因為他已經刺激到 他已經到咽喉了 他的胃酸已經到咽喉了 他整個咽喉是已經 被鹽酸給燒酌過 他一刺激他就開始咳嗽 咳嗽負壓震大 然後胃酸又更逆流 所以本身這個問題 一直在反覆的發作 不是 那如果這樣 他怎麼會不知道 因為你會痠嘛 沒有 他可能習慣了吧 對 其實我跟你講 每一個病人 常常明明他的病很大 他一點都沒感覺 很多病人明明都不嚴重 他一直要看醫生 一直要做胃鏡 所以他可能是逆流很久了 對 他把那個當作是常態 對 但其實已經咽喉受傷了 對 咽喉受傷 慢性咽喉嚴 但有人逆流 逆流到鼻竇炎 他都不知道了 逆流到鼻竇炎 還跨過喉嚨過來 那真的是很嚴重 要等一次跨 乘風破浪 整個這樣子 喉嚨 然後到鼻子 你這樣講起來 人數可能很多 非常多 所以為什麼他們曾經估計過說 整個台灣 可能你每四個人 就可以找到一個 有餵食道逆流經驗的人 就是說至少有五百萬人 但是問題是 就是可能可嚴重也可小 有些人可能是一兩次 有些人可能是長期 可是我覺得長期的 真的就要非常注意 因為之前有一個男的 他就這樣 他長期有餵食道逆流的病史 他就習慣他了 他想說反正就去買 我會小心他就給他 對 反正他有各式各樣的可以吃 所以他長期就治標 他就想說沒關係 因為現在有新的藥 其實是抑制胃酸分泌 而不是我只是什麼 他就可能長期做 做一些治標的事情 所以直到有一天 他覺得說不對 這是好像 胃好像不只是胃酸的感覺 好像有別的感覺 去的時候就發現 他這個整個 從胃到上食道這個部分 下食道這個部分 就是已經有癌化的現象 超好替我老公擔心 因為我以前常常睡覺 睡到一半發現 他怎麼就不見了 因為他就是胃不舒服 他沒有辦法再繼續躺著 所以他可能就跑去客廳坐著 他很嚴重耶 還是他的客廳在傳簡訊 也是有可能 他這樣子 很多男人很賤好不好 說我會小心 然後就說他去客廳坐 然後他也不在 開始... 對不對 好想你喔 這麼晚的夜裡 回去我會查一下 但是他問你真的是有去看醫生 然後也吃藥 但除此之外 其實飲食方面要留意啦 對不對 對啦 自古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就像一些蓮藕 一些天然有膠質 黏蛋白的這種東西 像一般像 最有名就像那個所謂蓮藕 高麗菜汁 還有一個 印第安人最有名 就是用馬鈴薯汁 馬鈴薯蓮皮炸汁 但是要沉澱 不可以吃下面那個粉 所以一般就是說 多吃一些這種 天然果膠黏黏的 山藥 秋葵 那就可以為 產生一些保護膜 那你胃酸逆流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不舒服 要避免吃甜的吧 對 我覺得胃酸逆流最厲害 就是對太甜 第二個還有一個 勾芡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經驗 剛才講肉丸 這種嵌類的東西 嵌類很容易造成酸 另外就是油炸類 也比較容易造成胃酸 這幾個大類會比較容易有 那這個如果半夜 像剛剛玉琳哥這樣 這個回休息很不舒服 這個怎麼睡好覺 如果說真的已經是胃食道逆流 開始進入治療的話 醫生會建議他 枕頭 墊兩個枕頭 墊高 墊高就好了 墊高 你一定要在睡覺前 大概四個小時 大概就不能吃東西 這麼久啊 對 因為一般人的話 大概要兩個小時 要兩個半小時 好像不耐心 其實一般人 其實現在 餵食道逆流會這麼多 最大的原因 因為現在人有兩個生活習慣不好 第一個 早上太晚起床 早午餐一起吃 吃太多之後 變成都是吃宵夜 你吃完宵夜之後 你可能不到兩個小時 就去睡覺 那你可能那一餐 又吃到不是七分飽 八分飽 你可能吃到九分飽 那吃到九分飽的東西 你可能要真的四個小時 才能夠消化 這時候你去躺下來 一定逆流 因為吃百分飽 一定是吃百分飽 一定睡不著 一定睡不著 我老公就很明顯 他八點新聞才下來 回到家大概九點吃 如果十點半 他就去睡了 很慘 那一晚一定是輾轉難明 真的喔 所以說兩個小時是一般人 那一般已經是餵食道逆流 其實四個小時 你真的要抓好 好